体坛故事会,我是大嘴 在中国被首战0比1不敌泰国以后 国足又在三次灵学赛当中 0比1不敌乌兹别克斯坦 整场比赛国足毫无机会 前锋、韦士豪甚至背后非常导致对手脚踝重伤送进了医院 再后据乌兹别克斯坦的主帅透露说 受伤球员最起码得确诊两个月 对于国足来说 我不知道主席和卡纳瓦罗将会做出何种决定 未来中国足球的希望在哪里呢 国足0比1输给泰国引发负面消息 一点都不亚于去年的输球 但是一年前我们对手是威尔士和捷克 现在是泰国 之所以选择泰国和乌兹别克斯坦 就是因为避免坦案的发生 对国足找点自信 但是这种惨败网友是怎么说的呢 说泰国输乌兹别克斯坦 那有什么球队还能和中国队抗衡呢 确实牛得一逼啊 对于今天这样的对手 主意连业余都打不过 毫无章法可言 经过90分钟的敖战 中国被三四名决赛当中 0比1不敌乌兹别克斯坦 最终勇夺中国第四 你想想中国队勇夺中国第四 是不是很讽刺啊 为师豪总算为国足出了一股恶气 国足再一次扬眉吐气 我想铲谁就铲呗 李皮老爷子在离开的时候 没嘱咐过卡纳瓦罗吗 国足不能带呀 关于这场球赛 各位球鱼您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评论 我是大嘴 底谈故事会 咱们明天接着见 咱们